《无量寿经》继续讲 我们已经解释过的经题了 佛说《无量寿经》六种成就 六种成就里面 我们最后的第六种成就就是重成就 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听 当时佛在灵柱山 讲《无量寿经》的时候 很多万一千千二百五十多人去听 我们已经讲过了 其中有万很多人去听 那么其中有三十一位很杰出的 很应该是提出来的专者 在经中里面都一一提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每一个专者大概讲一讲 如果是需要记得多一点的 我们就讲多一点 因为三十一位专者他们各有他的背景 都有他的原因 为什么他们成就了欧拉汉 那么我们现在只可以一点一点的很简单的解释 我们第一个是专者聊本记 专者聊本记就是吴比丘其中的第一个比丘 吴比丘就是释迦牟尼佛修苦行的时候 跟他们一同修苦行的 就是五位修苦行的解释迦牟尼佛修苦行的 那么第一位专者聊本记 他这个名字是什么呢 梵文 Ajnatta Kaldinia 我们翻成汉语 阿若交陈如 聊的意思是了达 本记是本性 他了达了本来具足的本性、佛性 他要一试说他是个戈利王 有一生 这一位本记专者有一生 他很久以前 他是一个过王 他这个名字是戈利王 大家知不知道戈利王是谁 《金刚经》里面不是有一位戈利王吗 戈利王是什么 戈利王本身有一个故事 很值得我们去探讨一下 根据《金刚经》里面佛陀 释迦牟尼佛 我们现在解释戈利王跟专者聊本记的关系 专者聊本记跟戈利王的关系 跟释迦牟尼佛陀的关系 什么关系 这个牵连到前生前世的关系 五百世以前 佛陀没有成道以前 他修了五百世的忍辱先人 忍辱 你知道忍辱吗 忍辱 他是学习如何对质 忍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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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什么方法去对质 这个忍辱心呢 他是用忍辱 他可以忍 忍所不能忍的 其中有一生 释迦牟尼佛已经修了五百世 他们在山中里面 他是忍辱先人 那个时候他在山中打坐 好像前几天我在网络 也看见有一位修行人在喜马拉雅山 他们常常有很多人在打坐的 他在山中修行打坐 这位是忍辱先人 是五百世以前 那个时候也是戈利王的时候 戈利王范文是Kalinga Kalinga Raja 王是Raja Kalinga是什么意思 Kalinga是恶的王 不是好的王帝 很恶的 这个王帝很有忍辰心的戈利王 有一天戈利王带了一群宫女 上山去赏花 游玩 玩傻 游了一段时间 戈利王觉得很疲累了 疲累了 躺在大树睡觉 呼呼的大睡了 已经玩了一段时间了 赏花去了 宫女们见到大黄已经睡觉了 轻轻地离开大黄继续到山上去游山玩水 漫游 不久他们就来到一个山洞 在一个山洞里面看见 非常样貌非常庄严的年轻的修行人 坐在山洞里面打坐 前面有一点点光发 有一点点火 因为在山中打坐恐怕有莽兽 所以他们就点了一点火 有点火炎的热 年轻人就在打坐 一动都不动 宫女们看见年轻人在打坐 一看样貌非常庄严 一到的时候 年轻人眼睛也打开了 就看见宫女 宫女看见他们心里面很恭敬 就献花 把花献给她 就围在忍入仙人前面 请她讲佛法 请她讲人生的问题 就问这个问题 她的解释给她听 宫女们听得入神 神竟然忘了回去大王的身边 那个戈利王一觉醒来 这个宫女哪里去了 没有一个人只有大臣在旁边 宫女都不见了 叫她不高兴 为什么我睡着觉 宫女就走了 她西处找了 找的时候见到一群宫女 围着一个年轻修行人 而且宫女对她的年轻修行人那么恭敬 聆听那个年轻人讲话 她远看着不高兴 她走近一看 更不高兴 她心里面非常妒忌 那个修行人样貌那么庄严 宫女对他们有什么兴趣 那个年轻人心怀不轨 所以她就很生气 她就问这个修行人 你在这里干嘛 为什么你跟我的宫女谈话 她是皇帝嘛 你是不是有欲念 忍如先人说 我没有欲念 我这里修行已经很久了 我忍人所不能忍 我早已经断除了情欲这方面的烦恼了 那你要没有阿拉罕 你成就阿拉罕没有 我还没有成就阿拉罕 你没有成就阿拉罕 你还要欲 你这样心怀不轨 我要杀你 那么这个忍如先人没有讲话 那么宫女们都不希望大黄杀他了 不杀你也可以 你说你是忍如先人 好 我把你的耳朵搁上来 完了再把你的鼻子也搁上来 看你忍不忍 这个忍如先人说 我是忍如先人 我不会有称恨心的 那么戈利王那个时候就把那个 毁了他的宝剑出来 真的把忍如先人的耳朵割掉 壁纸也割掉了 手也割掉 一点也割 那么其他的宫女都很怕了 那个时候戈利王已经吸取理智了 大怒称恨心很强 那个时候当时那个修行人 他入了忍如的慈悲观 一点恨心都没有 反而心里面很怜悯戈利王 他说这个王帝那么饿 他有个因果报应 将来他一定有杀修行人的因果 那么心里面不但是没有恨心 还有生起慈悲心 但是他的鼻子已经没有了 耳朵已经没有了 那个时候忽然间 意思是天昏地暗 飞杀九十 是什么意思 三神不高兴了 天神也不高兴了 那个霸气的戈利王见到天昏地暗 飞杀九十 他怕了 他怕了就放着宝剑 但是他心里面有不甘 心有不甘 他说你是修行忍辱 你怎么证明 我怎么知道你修行忍辱 那么修行忍辱就回答他了 如果是我真心修忍辱 我残缺的身体 马上就会恢复完整的 讲完以后 他真的鼻子长出来了 鼻子耳朵长出来了 手也长出来了 完全跟以前一样 那个时候戈利王就很叹服了 他说我真是对不起你 希望你饶恕我 我不应该这样做 我恨心太重 那么忍辱仙人就说 我已经没有恨心了 忍辱最高的境界就是怨亲平等 也不是仇人跟亲人是一样的 怨亲平等 我一点恨心都没有 但是我心里面觉得 可能因果报应将来你有后果 这样以后如果是我成佛 我第一个先度你 度你成佛 他发了这个愿 人家割他的臂 割他的耳朵 他还有发愿 但将来他成佛 还有第一个先度 戈利王 这个戈利王后来 焦尘如专者就是戈利王了 所以第一个先度就是度 现在我们所讲的专者了本计 就是阿若焦尘如 他的五百事已成 他就是戈利王 所以现在玛尼佛成佛了 第一个度就是度了本计 阿若焦尘如 这个故事在《本圣经》里面也要讲 《大事度论》里面也要讲 所以这个人一定要修忍如心 非常重要 忍如到了很高的境界 就没有烦恼了 烦恼已经清掉了 我们人就是不可以忍人家 一句话不高兴 心里面也不高兴 一句话进耳朵就不高兴 煞到人望 很多是不忍 不可以忍如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修忍如是非常重要 是六度波罗蜜 第二专者 第一个专者了本计 就有一个戈利王的故事 我们就知道的 《金刚经》里面也有记载的 戈利王 集结 集结 释迦牟尼佛的身体 全身的身体 他可以忍他 第二专者 正愿 正愿就是 梵文是Azvajit 也翻译为马师 马圣 他也是马圣比丘 正愿是什么意思呢 正愿就是大愿 不是外道的邪愿 不是二乘的边愿 就是正愿发大愿 马圣比丘 马圣比丘就是五位苦行生里面的第二位 马圣比丘 马圣比丘很有特点 他的特点就是他走路很庄严 他脱波的时候 一步一步的 好像静坐 静行的样子 他脱了波 一步一步走路 非常庄严 非常安详 人家一看就感动了 他的态度外貌 很安详的 这是马圣比丘 传说马圣比丘 圣利佛专者 穆建连专者 为什么他要归顺 归依西迦牟尼佛 就是因为看见马圣比丘的庄严的外相 有一天 圣利佛跟穆建连在市场里面 当时他们是外道 还没有归依佛 他见到马圣比丘 托波走进来 他们两个就讲 哇 这个沙门那么庄严 他走路一步一步的 我们一看见很感动 有一个非常专重的庄严感的 他是谁 我们去问他是谁 我问他 他说马圣比丘 你跟谁学的 我跟西迦牟尼佛学的 那你老师怎么教你 教得你那么安详 教得你态度那么好呢 一看见你 我不但是你有庄严感 我看见你的时候 我的心马上产生了一种庄严感出来 你的老师是谁 你老师怎么教你的 马圣比丘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 圣灵佛跟穆建连听到这句话 马上就了解万物的空性 因缘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 也从因缘而灭 本来没有寂性 所以是空的 不要执着它 每一个事情你执着它 所以我们流转生死 你要看它空才行 有生有灭 有生确定有灭 没有生才没有灭 他充分的了解了生灭法 所以他知道空性 圣灵佛跟穆建连听到这个话 马上就说 我要跟你的老师修行去 那么他就马生比丘在戴舍利佛跟穆建连 归依佛陀 后来成为佛陀的两大弟子 首作二作的弟子 这个就是专者正愿马生比丘 第三 专者正愚 专者正愚就是佛师波 梵文是Vaspa 正愚 正愚的意思是能讲大乘佛法 广度众生的这位专者 第四 我不再花太多时间讲故事了 因为这样讲下去有三十一位专者 每一次 单次讲每一个专者 已经讲了半小时 那个不可能的 专者大号 大号是大明的意思 Maha Nama 大明 因为他的德行受人尊重专敬 所以大明到处都听到他的大明 所以专者大号 第五 专者仁贤 专者仁贤就是霸提 Bharadji 仁贤 仁贤贤德的意思 这个就是吴比丘 第六 无量寿经会上的专者 第六慧专者 专者离构 梵文是Vimala 大家知道我们有一部经 是什么经 吴构称经 这叫唯摩截经 唯摩截是Vimala Gritti Vimala Gritti 无构称经 Vimala Gritti Vimala就是构的意思 它是离构了 离开一切烦恼 远离烦恼 烦恼就是我们的构 烦恼的构在心 我们身体的构和构就是外 我们天天处我们身体的构 但是没有处我们心里的构 我们天天沐浴 天天沐浴洗我们的身体 这个身体很久了 汗出来了 就臭了 你不洗澡 十天你身体就发臭了 汗很多 那你就去沐浴 清理的身体 在外表清理 你有没有清理你的心呢 你的心比外面更够 贪嗔痴 杀盗 淫妄 骄蠢 妒忌 二十六会重的烦恼把我们控制住 你做不了主 所以我们创的罪业很多 创的罪业 决定受报 所以我们流转生时很难出去 必须要跟佛法修行才可以脱离生时 所以这个构很重要 我们不是有周立盘陀茄 有一首歌 周立盘陀茄就是罗汉 扫心地 我们常常扫地 但是没有扫我们的心地 如果是我们常常扫我们的心地 那就开始清净了 开始修学佛法了 第七 专者明文 这个就是Yasadeva 比丘脱生时头上献出来宝盖 所以他的以示姻缘明文流布 所以他的名称是明文 第八 专者 专者善识 专者善识就是谁 专者善识就是虚菩提 虚菩提就是Subuddhi Subuddhi 大概大家知道Subuddhi是谁 《金刚经》里面当机者 《金刚经》里面随其请佛陀说法的 就是虚菩提 Subuddhi Subuddhi 在《金刚经》里面 那个Subuddhi 怎么是请求世界盲理佛说法的 我就把《金刚经》里面的一段文字 读给大家听 《长老虚菩提在大众中从座而起 边谈又奸又是绝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 西有西专如来善护念诸菩萨 善父主诸菩萨 西专善男子善女人 发阿罗多罗三喵三菩提心 因云和住云和降伏其心 《金刚经》就是虚菩提提请 当机提请 请问佛啊 我们善男子善女人 我们发大成心 菩提心 我们发了一个心以后 怎么保持这个心不变呢 如果是我们有烦恼的时候 怎么降伏我们的烦恼呢 结果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虚菩提问这个问题 带起一部《金刚经》 佛就是叫我们怎么去 如果是我们发起了阿罗多罗三喵三菩提心 这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心 发了大心 发了菩提心 发了心是发心 发心会变的 心是会变的 你知道吗 所以有离婚了吗 心不变吗 三十年的夫妻也变心了 也离婚了 心是不断的变 你发了心 你今天发心 今天发心 佛在心天 再过一个月发心 佛在西天 又来越远了 因为怎么样 你开始进佛门的时候 有这个神秘感 我这里看 一看再看再看 天天来做义工 做了几个月了 不来咯 发心容易 长远心难 发心做这个做那个 我要发心做什么 很多都是这样 过了半年不见人 不知哪里找他 发心容易 长远心难 但是我们在节里的 有很多老居士 很多发了二十五年的心 一个星期来四天 风雨不改 二十五年从来没有变过 有一个人三十年 从来没有变过 有几个好像吴太 有好几会 最秀的好像你知道谁了 从来没有变过心的 方雨不改的 他发了心 他不变 所以我们在节里 你不要看我们这个义工 他们是菩萨的精神 所以徐布提就问这个很好的问题 非常殊胜的问题 发了心以后 发了大成的 波罗多罗三妙三菩的心 应该怎么可以维持住这个心不变呢 很好的问题了 如果变怎么办呢 怎么降服它呢 希泽牟尼佛根据这个问题 开演了整部五千多支的金刚经 这个就是徐布提了 徐布提是解空第一 他解般若空意第一 有一次徐布提在山洞里面打坐 徐布提已经是欧拉汉了 他在山洞里面打坐 静坐 他进坐入了什么 入了空三昧 他的定里面 那个定入了空三昧 什么是空三昧 空三昧就是金刚经里面讲 五我相 人相 终生相 受者相 已经空了 五愿皆空了 没有人 没有我 没有我所 进了空三昧 他进了空三昧 因为人体有无量的能量 他这个空三昧的能量 这个光照到天宫去了 天上的天人一看见人间里面有光出来 就去看了 一看就是徐布提专者在山洞里面打坐 他这个光照彻了天宫 天人出现在空中 非常赞叹 非常赞叹 飞到山洞天空里面 就散花 天人现花 天花一朵一朵的飘落在徐布提前面 就好像徐布提眼睛一打开 天上的天花为什么掉下来了 然后天人就跟徐布提谈话了 他说 天人陷在徐布提前面 撒散了花以后 就合掌跟他谈话了 他说 专者 世间的过往、富豪、名利财宝那么多 但是他们终日都是执着、烦恼、欲望 牵强他 他并不富贵、并不尊贵 世间上最尊贵的就是好像你那么大修行人 这个才是尊贵 你入了空三昧 连我们天上也照到你的光 也感到有微德之光 人间的徐布提应该受我们天人供养 就是他非常赞叹那个专者 徐布提一醒来的时候就问了 你们是什么人 这个意思是哪一天的人呢 天里面有六余天、有世界天、出禅天、三天天 你们是什么人呢 你们为什么在这里献花呢 天人就合掌告诉他 我们是第七天的天人 为什么对我那么殷勤赞叹呢 还散那么多花呢 我们尊重能够入空三昧的 入空三昧的就是散说般若波罗蜜 大家懂这个意思吗 入了空三昧的定 就好像演说般若波罗蜜的功德那么大 他没有演说 他的行为演说 他的禅定演说 讲经说法不是口的 我们凡夫生要靠口去弘扬佛法的吗 不讲话的 你们真的听 他们那个专者不用讲话的 他的光、他的定 已经演出来、禅述出来 波尔波罗蜜了 这是说 我尊重虚布提专者 入空三昧 这就是善说般若波罗蜜多 那么虚布提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他说他们用禅意回答这个问题 我对波尔未尝说一字 你何必要赞叹呢 这个意思是 我从来没有说过话 我对波尔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 你为什么要参叹呢 那个天人怎么说 专者无说 我们也无闻 无说无闻是真波尔 那么虚布提一听 慧心的一笑 就回答天人说了 波尔会像 你们一早在波尔会上、金刚会上 已经很了解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空义了 所以你们散发供养 应该供养佛陀 这个有一个典故 这个典故出自《大制度论》里面有这个典故 好了 我已经讲到第七个专者 阿布尔是第八个专者 下一期我们继续的讲 第九专者还有三十一专者要讲的 就这样